头把好绝 刚才我在台上可能说了一些个不尊敬的话 我向您说声对不起 那都是都是浮云 我跟徒弟们不上令 你这还算好的呢 好吧好吧 这位郭老师相声说的那真真是好 相声界的一朵奇葩 咱别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有话好好的说 相声界的一朵奇葩 我都奇葩了 很好的演员呢 你给我讲吧 很喜欢您 谢谢 真的真的 我问您一个小问题 您奋斗了这么些年 哎呀 你重问吧好吧 您奋斗了这么些年 挣了钱了吗 你要干嘛 我不干嘛就是问一问 反正还行吧 买房子了吗 买了 买车了吗 买了 买房车了吗 你说那卧铺车 有一辆 有吧 对 您妻妾成群吧 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太有钱了 那叫犯罪 太幸福了 这就幸福了 幸福 你就这样 你就这样 你怎么了 你这是 你就这样吧 我就哪样了 你就做吧 你就 看来我的问题还不小 当然 我挺恨你这样的人 那你退出吧 能好好聊天吗 我一直在努力的配合 佩服你 您客气 有钱了 幸福了 不是你这追什么列子 打刚才 有话好说 怎么了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 我这问题还不少 什么叫幸福 卖房卖车 妻妾成群呗 不对 那不对了 幸福 应该拆开 你就说说这福就行 你懂的 我懂你 拆开 再合在一块 就是幸福 真的 仔细琢磨琢磨 这个 深了这个 当然了 幸福 心理欲望 得到满足时的状态 这叫幸福 你别看你没念过书 还知道不少科学知识 当然了 我满足时的状态 没有过 真的 那你死去吧 还不能 我每天都强弄 强弄 这字说的真牙齿 没有幸福啊 你没有幸福啊 对啊 去追求啊 追求幸福 是对的 爱情 事业 金钱 美女 都有了 就能幸福吗 还行 不见得 美女 我有过 你们让她说完吧 我有过 曾经有一小妞跟着我 当然了 那小妞啊 嫌我娘女闷闷 那小妞有胡子吗 就嫌我娘叽叽 不够爷们 我就跟她吵啊 那是您怎么吵的 我就跟她吵 嗯 到后来一激动 我哭了 她劝你了吗 劝我了 你是个爷们 知道吗 还哭了臭妙脸 这姑娘大学毕业 她走了 早就该走了 走吧 嗯 我再寻觅一个 不好找了 好好找 嗯 不是 跟着我 这个姑娘啊 嫌我 娘娘娘 原来那又回来了 不是原来那 嫌我不够爷们 好了 我对她特别的好 要不你就找个男朋友吧 哎 你是个男的吗 你还能摸摸 好好说话 好吧 我对她特别好 嗯 我请她吃饭 哦 在饭桌上坏了 怎么呢 出事了 饭桌上出什么事啊 点菜呀 啊 她要吃大龙虾 哦 我想吃小龙虾 她非要吃大龙虾 我非要吃小龙虾 嗯 为了显示我够爷们 我跟她吵起来了 你才迷还有人打架呢 打架 我站起来了 啪一拍桌子 哎呀 我要再尝我能报警去 那姑娘站起来就走了 她没抽你就走了 算了 算了 我不找了 也不好找了 我不找了 嗯 我去追求我的幸福 哦 我这人挺好的 你会大的 因为龙虾现在便宜了 我要追求我的幸福 是 我这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看你那个作死的样吧 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哎呀 我只是抽个烟卷 哦 哎 抽烟挺好的呀 有人喜欢抽烟 抽烟对身体有好处啊 你听谁说的 我问你 每一个烟盒上都写着呢 写着什么 抽烟有害 但是健康 对不对 你要念过书就完美了 真的 对人身体有好处啊 人家是这么说的吗 那怎么说 抽烟有害健康吗 我就那么理解 抽烟有害 但是健康 猛撑 你准能活到死啊 我就撑 后来有人说啊 啊 这个抽烟哪 容易猝死 你在哪听的这句话 电视上啊 电视节目上 啊 我看电视 人说抽烟能使人猝死 猝死 你说什么意思吗 猝死 哎 我差点猝死 你是个牲口 电视上说抽烟能使人猝死 电视节目说抽烟容易猝死 对了 嗯 我心里琢磨琢磨 嗯 可能人家说的有道理 那是 但是 哎 你有药吗 打那天起 我是一咬牙一跺脚 我抽烟了 不看那个节目了 哎呀 这叫什么尺寸你这个 我就猛抽 呀抽吧 嗯 我死了抽 我就觉得这都不算什么 哎 对 每人都有爱好吗 不错 是不是 是是 上个王 啊 上个王 什么叫上个王 您刚才上个王吗 上个王 我对普通话的理解是有点问题了 上王 嗯 逗个地主 上王就为了打牌 对 打个游戏 植物大战僵尸 哎 我就爱玩那个 对 哎呀 我今天玩那个 其中有一句话说的好 什么 有一大波僵尸向你走进来 我听着玩啊 人家语音提示吗 啊 有这么句话 是不是 有大波僵尸从你走过来 对啊 我玩了一年呢 怎么样 我都没有见过大波僵尸啊 那个岳老师啊 我的幸福在哪里啊 你的幸福在麦子地里边呢啊 人家说是一大罪僵尸 人家 对吧 你是怎么理解的 我认为一波僵尸吗 大 你会大的 龙虾现在便宜了 我不能耽误不住 对 不玩了 出去玩会儿 出去吧 溜达溜达 好 坏了 又怎么了 又惹我生气了 您这玩气性也推大点 太大了 啊 我门口有一加油站 嗯 加油 现在就是挺贵的啊 加一箱油 送分报纸 啊 都那样啊 偶尔呢 给个地图 有这样的 最好的 给个GPS 我就是 亲密心了啊 真是 给个GPS 我最好啊 办张卡 积分啊 我办了张卡 你积了分 我天天去 天天加油 剪气加油 剪天下 我说 俩月了 我说给我拦个GPS 我来 去俩月了 差不多了 快来我拦 来 人说了 不能跟你来 因为这个GPS啊 需要七十万分 哦 我那这一箱油 几分啊 一分 哦 哦 那照您的意思 秦始皇活到现在 他拿不着GPS啊 秦始皇那会儿 也没有车呀 秦始皇24小时开车 活到现在 拿不着GPS 连睡觉的功夫都没有了 我说那 那也行啊 那你给我来 来份地图 要地图 你给我来份 来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还要地图 你知不知道 你这是个自行车 知道吗 你那个油都夹哪儿了 我都高油嘛 那你骑的不定多快了 我都高油嘛 是不是 你链子不得高油嘛 你裤腿还拿小夹 都是夹上了嘛 你准骑过 现在不骑了 蹭上 哎 气我 气我 拉打算了 不给 我不跟你玩了 我走了 我吃饭去了 不 我们小区旁边有一个广东早茶 哦 懂什么叫广东早茶吗 不懂 就是特别贵的饭馆 叫广东早茶 我的头会听说 特别贵 往那一坐 嗯 待着吧 我想看一看 看看人家都怎么点菜 哦 因为我没有吃过呀 在我旁边做了一个小黑胖子 他从兜里 你就说是谁就行 好吗 做一个小黑胖子 小黑胖子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 啪扔桌子上 给我来一百块钱早点 你早没名啊 你看看 结果呢 结果是服务员说了 这不卖半份的 那都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小黑胖子挥溜溜走了 你再提点 我就冲你 到中午又来了 小黑胖子往那一坐 哎呀 点菜 服务员过来 有二尺长的龙虾吗 都是一块吃饭去了 你服务员说了 我们这没有二尺长的龙虾 二尺气的 二尺长的龙虾都没有 我来一份炒饼 你等会我问一下 你们有意思吗 多好 我就看着他吃 你这记性真不错 你这记性真不错啊 转身又来了 嗯 看 我来这个 鱼翅炒饭 我这个吃的早了点了啊 我就单折着他了 折 你怎么会写 单折着一个小黑胖子 我就爱看他 嗯 这事说事别招贬人 这傻了巴鸡还吃饭呢 什么话这叫 好 谢谢大家 不大口过会 鱼翅炒饭上来了 好 再瞧那位啊 就巴拉巴拉巴拉 巴拉半天 他肯定换了七双筷子都没找着 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你说的 换了七双筷子都没找着鱼翅 他急了 嗯 把你们厨师叫过来 叫厨师 厨师过来了 干嘛呀 五大三粗啊 那是 我要的鱼翅炒饭 我换了七双筷子了 没找到鱼翅 为何回事 嗯 大胖子说了 我的名字叫鱼翅 哎你等一会儿 你没给大伙节骨眼不齐击 再来一遍好吗 一二 我的名字叫鱼翅 好 祝货 祝货 你们都成功了啊 好 嗯 行了 够了 有见得了啊 当时我特别高兴 你们是听下来 你们上课来的 当时我特别高兴 啊 啊 行 我换一下 我不在这吃 嗯 换另外一家饭馆 好吧 往哪里做 福元 我来一份炒饼 哎 来个筋呢 来烫 不大 我跟我炒饼上来了 这么点 就这么一口啊 啊 这么点炒饼 啊 还有一碗 碗是睡着 我这怎么回事 就是 这碗怎么睡的 对啊 现在那是您的汤 好家伙 真会过日子 嗯 气疯了我了 嗯 去 把你们经理叫过来 叫 我们经理上对面吃饭去了 自个儿都不吃 您摆着欺负人呐 是 我连吃饭 我都找不到幸福啊 啊 我心情很难受 哎呀 特别难受 嗯 我上洗手间了 在那吃去了 嗯 人家余老师跟你捧个人 说这个了吗 没有 上洗手间 好吧 打开水龙头 凉水 啊 我脸上扑 想让自己冷静一下 不错 心情不好啊 嗯 特别难受啊 我冲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跟他说两句 说着心里话 哎 岳云鹏 你行 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我看好你 你不错 骗自己有意思吗 真是不错 你和超人 唯一的区别就是 你和超人 唯一的区别就是 你没穿过衬 你和超人 共同点 都是 都是 都是篮球裤 我看好你 不错 支持你 啊 我走了 有头我出去了 把你的球裤 提好了吧 到厕所门口一看 看对面 有打对面的厕所 出了一个男的 你也进这女厕所 我没走错 啊 万幸 我没走错 这不是小黑胖子吗 我想起来了 当年我是小女厕所 出了一男的 小黑胖子看见我 撒腿就跑啊 为什么呢 他看他觉得自己走错了吧 他刚跑 又打厕所 出了一个女的 追上他 就是他在厕所 胡说八道 我都不敢出来 您这玩意比三人撑的啊 追上他 好吧 好些人 把那小黑胖子追上了 屁啦啪啦 这一通打呀 嗯 我在旁边 我窃喜呀 幸福感呢 你好不是东西了 幸福感 永远而生 给您造型 啊 太好了 行 我再去追求我的幸福 啊 虽然我没有钱呢 是 但是我想做买卖 您这都是世人话吗 你卖什么钱 你 我卖日用的和那个夜用的 我走吧 干嘛去 跟你在一块显着丢人 怎么还丢人呢 您说的都什么东西 日用夜用的吗 您得说清楚了呀 大宝 日用霜 晚用霜 讨厌 那你以为呢 那以为大宝呢 就是大宝 我就跟他弄一框 弄一框 坐马路边 我就卖 卖呀 卖呀 哎呀 你也不怕着凉 心情很不好 过来一个女同志 你卖什么的呀 日用的夜用的 臭表脸 踢死你 你可是说清楚了 就走了 这一天下来 一分钱我都没挣着 没挨打就便宜了 哎 心情不好 我的幸福在哪里呀 我抬头一看 当时我震惊了 有一个算卦的 我这个新鲜了 这都什么时候 21世纪的 怎么还有算卦的呢 又很奇怪呢 就是 我就问一问 我说大宝 您算卦的 你帮我算算 我的幸福在哪里 问问他吧 我这人不想劳动 但是我想挣钱 我行吗 我能做一个 不想劳动 我能挣钱的人吗 就这么跟你说吧 我想做一个 带翅膀的吸血鬼 行吗 算过来 大爷说了 你去做护书宝吧 我心里不好受 我们心里挺好受 欺负我呀 我得跟他打架呀 你个人算卦的打架 欺负我呀 嗝我呀 这说的是实话 打 你叫给他踢 踢下来 我踢老头 旁边好多人都不愿意了 过来教着我打 打打 一顿打呀 一顿打呀 我站起来 我心想浑身都是血 什么吸血鬼都吸不了了 我这怎么办 你抹脸上就说是本病棉 不行 我得看病去呀 是吧 抬头一看 五十米开外 就有一个医院 倒是不远 我得打车呀 我打车 我得打车 伸手拦了一辆出资车 我就坐上去了 司机问我 说我您去哪儿啊 往前开 往前开 不是您去哪儿啊 往前开 不是说您去哪儿啊 哥伦比亚 站起 哎好 到了 学好不容易 学坏一出了 哎 上楼 找医生 给我打一阵 毕竟浑身都是血嘛 就是 哎 医生 拿着个针 针头啊 针管子 你这比划这像夹角 你这 我一看当时我震惊了 啊 怎么这么大个儿 嗯 你就问他 我说大夫 您打针疼吗 放心吧 小伙子 我打针二十多年了 嘿 没有一次不疼大 他们真应该改了这毛病了 这么些年还得 我心里不好受啊 啊 我这 我的幸福在哪里啊 在哪儿啊 我很难受啊 嗯 我吃都没吃的呀 都没有吃饭的东西啊 嗯 啊 这怎么办 下楼来 往前走 抬头一看 看这些个城管的人 工商执法的人 哦 我看一下 我撒腿我就跑 你跑什么呀 你管不着 撒腿就跑 哎 这什么话这叫 管不着 哎 我跑了两条街 看着一个卖羊肉串的我 撒 抓了一把羊肉串 四十多串 我说吃完再给钱 我正吃着呢 城管的过了 再瞧这位 倒起炉子就跑了 哈哈哈哈 这法好使吧 嗯 嗯 那我说的不太好啊 行 我能听得懂 哈哈 我正吃着呢 倒起炉子就跑了 哈哈哈哈 哈哈 这就是我的幸福 我尽力了孩子 哎 剩下那三十串 我都给卖了 你还能卖呢 能卖啊 能卖 哎呀 你真是个买卖人 高兴 嗯 挣了这些钱 我做买卖 你等会吧 嗯 你挣了多少钱 你做买卖 三十块钱呢 三十块钱就能做买卖 做不了买卖 那是 我在挣些钱 朝人家借掉钱 啊 我做一个大买卖 作为什么买卖 我开一口葬场 胡说八道 这都是啊 私人能开火葬场吗 不是那种火葬场 什么呢 宠物火葬场 没听明白 现在有钱人呢 都养宠物 不小心死了呢 他不 他不舍得扔了 心疼吗 埋了也不合适 是 烧了 嗯 上我这烧了 啊 哎 五十厘米以上 八百块钱 哦 五十厘米以下 六百块钱 有价吧 哎 嗯 你还别说 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 不测 真来了人了 啊 哎 先生 这个多少钱呢 五十厘米以上 八百块钱 五十厘米以下 六百块钱 嗯 我给您二十行吗 哎 花价的天使一角地一角啊 我你要死吧 二十块钱给你烧了 昨天来一个 一千块钱都没烧 怎么呢 骆驼 那是 他还不让切 哎 能烧吗 有这么大的个货吗 就是啊 就不给你烧 不给你烧 二回元不行啊 好 二回元不行啊 对啊 你说你烧一曲曲知道了吗 嘞 找乐是不是 嗯 就不给你烧 就不给你烧 他说一句话 当时我都乐了 说什么了 你不烧也行 啊 打羊肉串的钱还我 哎 要赞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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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